深毒一分钟,你的健康深毒管 沙卫红,主任医师,广东省人民医院,消化内科主任 急性一线炎杀伤力如何?大部分急性一线炎一周左右就能治好 但如果遇上急性一线炎重症,死亡率飙升至10%至30% 急性一线炎重症是个狠决策,之前没啥征兆,出场相当高调 一发作就是狂风暴雨的剧痛,最最凶猛的是,这或最短能在半日之内取人性命 打你的措手不及 急性一线炎重症不仅把一线往死里折腾,还祸害一线周围的邻居 一线炎波及到肺会引发肺炎,最终导致呼吸衰竭 波及到肾会引发肾炎,最终导致急性肾衰竭 波及到胃肠,引起胃肠组织坏死,严重时还会搞到消化道大出血 就连高高在上的大脑也难逃牵连,搞出疑性脑病来 肺,肾,胃,肠,肠,脑,脑,这些可都是身体的大咖 谁遇害,人生这场游戏就得结束了 伤独是个宝,常看身体好